2024台湾灯会是台南建成400周年来第一场国际级活动 不但灯区范围是史上最广 就连主灯龙来台湾灵感来自台南的大天后宫殿前 石柱飞龙神韵塑造气势的王者之风 2024台湾灯会主灯龙来台湾 龙形主体高18公尺壮硕雄伟 灵感来自台南大天后宫殿前石柱飞龙神韵 塑造气势的王者之风 在造型 灯饰材质 电力等设计上都是与时俱进 还运用太阳能除能系统 号称史上最节能的主灯 睽为16年台南市再次举办今年的台湾灯会 一同庆祝台南市建成400周年 这次2024台湾灯会 我们以传统与科技并存 艺术与地方共融 呈现出台南作为文化首都丰沛的实力 展现出龙游四海 乘风破浪的雄伟姿态 不过有网友讨论主灯和12年前台湾灯会在彰化的相似 对此负责设计的艺术家彭丽真强调 每年观光署都会邀请专家学者严格审查 今年也不例外 每一年的主灯作品都是独一无二 众多自然生态主题 呈现传统和科技并存 彰显台南市是古都 也是重要的绿能科技之都 还有这个如同结晶般的外形 以数千片特殊镜面反射板组成 排列出波浪般的多角度外观 在城里有光展区 高达16米的无限立方 是由台积电TSMC独家赞助 运用镜面与日夜丰富的光影变化 去述做台南 因水而起 依水而生 与水共存的姿态 自从起灯以来参观人潮爆量 为地方创造可观的经济产值 不止如此 民众对灯会的讨论度 也在网路上持续发烧 记者综合报道